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我是何文遥选举 剩最后的三天 在首都之战的部分 柯文哲跟连胜文这边都推出了最新的广告 我们带你来看到 在连胜文的部分他推出的是 明天过后的上下版 明天过是一个灾难部的 在那片的电影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让柯文哲选上台北市市场之后 可能台北市会有灾难来临 怎么讲呢 包括了U-bike 包括了公车改路线 包括了公营住宅等等 如果柯文哲选上的话 可能都会跳票 不过这个广告还蛮落差的 因为一po到网络上面之后 很多网友都给他道贺财 说不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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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检选他请他拿下来 不过反观在连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推出的广告是 请要为了你的孩子去投票 他还说 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之后 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么的开心的 请问这两个广告 哪个操作是成功的呢 讲到广告还有一个最新的 就是美丽的人妻蔡一山 蔡一山在这一次的广告当中 她是第一次的面对镜头 谈到距离可能现在目前 差不多四年前 连胜文被枪击的这个过程 她说当时连胜文被枪击了 送到病房里面去 而医生从病房里面走出来 她说她看到医生的眼神告诉她 连胜文没事 她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但她讲到自己一直不断掉眼泪的 除了广告之外 实事也很重要 这几天呢 包括了这个柯文哲阵营当中 被牵听的案子 当然是两边攻防的焦点 那么连胜文阵营认为说 这根本是对方自导自演 还说这根本就是 之前总统大选当中的 那两颗子弹 但是呢 今天最新的进度是 这一个通讯业业者 在整个的开庭的过程当中 他说明来道歉了 他说真的是我错了 是我自己装这个老鼠尾 是我为了要推动 这个监视器的画面 所做的事情 我们要问这个监听案 有可能在最后三天 发酵而翻转选情吗 还有上个礼拜六 连镜一半晚会的时候 包括连胜文 包括蔡依珊 包括连芳雨 包括连这个连爷爷 包括郭台铭 在台上办悲情的造势晚会 可是今天初刊的周刊 却拍到说 在国民党当中 素有低操盘手的金普聪 那个时候 过去这边温爪啦 他怎么不来帮连胜文助选 不帮他辅选呢 为什么跑去泡温泉呢 难道说金普聪事实上 本来似乎 就不太管连胜文的选情 还是说他其实另有打算呢 今天五位来宾 第一位我欢迎到的是 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副主任 我们欢迎张雨潮 张副主任 大家好 另外这位是连胜文总部 媒体组的副主长 我们欢迎洪孟凯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资政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国际的研究专家 赖月千蓝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政媒体人胡孝晨 大家好 我们就来看 到底这一次 在整个连阵营 跟客温者阵营当中 他们所推出的广告当中 哪一个 你比较有感觉 柯文哲为了 政战学校用地 速度与国防部杠上 公营住宅证件 恐面临跳票 五万户住宅医护 都盖不出来 同时发起市民参证 呼吁网友上网Google找地 速度与国防部权 十一月三十 星期天 可以稍微睡得晚一点 还是一样要做菜 打扫 晾衣服 一样早上整理家里 下午带孩子去走走 你有feel吗 第一张打的是 明天过的恐吓牌 第二张打的是 选举过后的 小小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 感觉很happy 这个部分我就要问 先问资深媒体人 孝晨哥了 孝晨哥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其实这两个我都很喜欢 但喜欢的点不太一样 你说前面的话当然就是 那个联系们阵营界边上的话 就提到就是一年之后嘛 明天过后一年之后 那个可能的话台北市 整个的一个变化 会变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当然他提出了很多 不可能做得到 或者是说 他可能会增加一些这种 对于台北市民 很多其他方面一些这种 在不论在 行在居住环境上面的一些 这样的冲击 这样 那我会有feel 你知道feel在哪里 你知道第一个还不错 你知道他有穿越剧 这样的效果 这蛮好的 你说明天过后走穿越剧啊 他是穿越剧的一种效果 到未来去了 到未来去了 这是这种穿越剧的状态 第二个是 我觉得这个女主角 蛮漂亮的 我是对这个女主角 是蛮有feel的 你这样讲PPT 上面就开始 下面又说了 骂我色狼对不对 好没关系无所谓 每个人对美女的表达 如果说觉得OK的话 这有什么好值得 是蛮漂亮的 对不对 但我是认为是这个样 就是因为 他很多是属于假设性 假设性一年之后 你会怎么样谁知道 这个是我本身有没有 为什么对他没有feel的原因 在这边 就是说你的确定在哪里 其实是在不确定的 这个基础上面 有没有去建立下来的 这是一个这个情况 那第二个 在课问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我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舒服 洋风霜在我的身上 舒服 他是一个舒服 对 当然这里面凸显出 两个不同的一个 这个目前的一个 竞选的一个主轴 还有包括一个态势存在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 就像在打那个美式足球一样 这只是那么几天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 要减少这个所谓的犯错 但是要增加你的进攻机会 那这种进攻机会的话 当然有一种的话 就是感觉起来 就比较属于 比较属于 你说到安逸吗 其实他有一些反击 他说是在一层不变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 做了一些少许的变动 他也是有 有做一些这样子 类似这种 比较属于叫软反击 那种情况 我是觉得两个的一个 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你如果哪个比较好 我认为两个点都不太 都不错 你都喜欢 对 刘老师 我个人认为说 对于这个明天过后 我是有意见 因为本来负面的广告 负面的文宣 都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 可是他为了要催蓝的选票 我要巩固我的基本盘 这个催不到 而且基本盘也巩固不了 为什么 因为太细了 格局太小 看了眼睛太小了 为什么 YouBab的问题 都可以再改变的 也可以再调整 也可以再精进的 今天的问题 明天可能会新的事情发生 所以都会改变 如果要做明天过后 应该是要讲大格局 这个大格局 一定要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 是府会关系 市政府跟台北市议会之间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连胜文最好操作是市政府跟议会的关系 再来打这样的明天过后 可能比较有大格局的意思是这样 也就是说 因为你是无党籍身份来当市长 所以你在议会里面 你没有任何政党的奥远 所以你的重大的政策 在议会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的府会关系会不会陷入紧绷 我们的公共政策 会不会出现很大的状况 我们的任何公共政策 影响到各个不同的阶层 各个不同的利益团体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化 而且不要忘了 这种广告通常都只有一分钟不到 你几秒钟 你要给人家一个刻板印象 是什么 所以我个人认为 明天过后的广告 基本上是很失败的 因为他还是对于个人做批判 然后没有谈到说 真正核心的东西 没有轴心 没有格局 你也像文勇一样写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下架下架这样 一定会这样子 因为那种感觉 让我看起来不舒服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文学 我看他觉得我好惊悚 我心跳架快 对 那种感觉 那柯文哲的广告 他的成功在哪里 我当然那个孝晨讲说 两个都很好 可是我还是要觉得应该要有个批判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的目前看起来的文宣是比较好 为什么呢 他告诉你 你平常还是一样 做自己的日子 礼拜六 你该倒垃圾倒垃圾 该去运动去运动 该做什么做什么 今天可以赖床没关系 对 赖点床也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忘了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了以后 做一些小小的动作 就拿着选票单 拿着身份证 拿着印章 去投个票 他打安全牌 对 投个票 而你的这个小小的动作 你可以改变台北市政府的未来 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未来 小小的动作 小小的改变 可是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你想想看 可是他没有指控 没有指涉 没有告诉任何事情 那老师 你意思就是说 包括公车路线要改 因为之前的确柯文就有提到 对不对 包括这个公共住宅 当然这个连声闻镇就批评他说 你这个土地根本是拿不到的嘛 还有包括这个U-bike 我说实话 U-bike我好喜欢 可是我都抢不到脚踏车 你知道吗 再增加 怎么抢不到 可是这就是一个权衡之境 你一直增加 其实路上面到处都脚踏车 也是一个问题 不是吗 所以这个问题 你认为说 其实这些都格局还不够大 我觉得不够大 因为这个东西 事实上都是在 可以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改良 不断地精进 没有人认为说 台北市应该要停步不前 如果我们在一些地方 假设我今天要改变 一个公车路线好了 那我不要说 我一开始就全部改变 我还是要先做一点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 我发现 跟当初设想的有点不一样 我可以调整可以改变 其实台北市民都愿意接受的 因为你不要说 你一个政策不成熟的时候 就全部推翻 全部推出来 你要先做实验 实验中觉得还不错 就可以推广 如果还不错 再推广一点 但我个人认为 所有的这些小的主张 那是因为 选战刚刚开打的时候 两位候选人都还没有准备好 两位候选人都还没有准备好 讲的一些东西 都是比较空的 可是当你现在 已经打到这里了 打到最后关头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米凤姐 我知道 其实我两个都不喜欢 有人两个都喜欢 两个都不喜欢 一个是太令人不舒服 一个是太令人舒服了 你很难 对不起 我很难搞 我没有讲出来 对不起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赖老师讲的 这个连阵影这个 让人家看得很讨厌 知道吗 就是你专门去挑人家一些小毛病 就像赖老师讲 人家搞不好这些政见呢 他一步一步已经进到 有一个进程了 而且一年之后 他如果这些不可以实现的话 你怎么会帮他 帮他做成这样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 就是专门在挑剔 然后在攻击人家的 那柯文哲也许我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他舒服到让人家没有感 就是没有感觉 那我举两个例子就好了 这是 这是 这个国民党有个很成功的广告 叫做静静的 11月29号 大声说话 有这个广告 明天我们来讲这个广告好了 目前好像还没有把 对 那个就是说你诉求 他就打中了所谓很多蓝营 这种挣扎的心灵 就说蓝营这次是很闷的 他们很想支持蓝营 想要含泪 含血 对 含泪含血 含恨去投票 可是在大环境之下 他们又不敢大声的讲出来 可是那一支广告 就打动他们的心 就说好 我们平常就把这个 什么都不要大声 讲话 只要11月29号 我们静静的走进投票所去投票 就是说大声说话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感动力的 连我可能不支持国民党 我都会觉得说 那个是有feu的 连这两个他都不喜欢 他只喜欢哪一个 对 他标准比较高 还有一个高雄那个 高雄气爆那个 说黄小虎唱歌那个吗 对 唱台记歌那条就对了 对 从气爆的现场 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子 有盖那个架桥 然后到鹿城 对 然后这样延伸下去 你觉得好有feu 那就是一种感动啊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吹票 你一定要让人家有感动才去吹票 你像你这种仇恨式的动员 你只会动员到对方而已 我真的坦白讲 就像那个国民党 那个韩国那个 就是会动员到柯文哲 支持者去投柯文哲 韩国说那个广告 最近在电视上一猛播 一直播很多 对啊 那你拿韩国人来骂我们台湾人 干嘛 执政党已经到 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国会现在到底是谁是多数啊 对不对 美鳳姐真的标准很高 孟凯 他给你很多方向哦 剩最后三天 你要拍新的广告出来吗 其实一开始 我要先跟大家说明的是 这个这一支广告 刚刚播的是台北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所制作的 而且要最后 他也没有讲说是要投哪一位 而是告诉大家说 这一票你要为自己而投 当然 连胜文是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所以我们也 可以来一起讨论这个广告 可是问题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台北市党部要推这个广告 你们这样也不知道 是这样子哦 我先讲的是说 有切割的感觉 你这样给我的感觉是有切割 没有切割 连胜文代表是 国民党的候选人嘛 所以说我先讲的是说 明日台北 这是我们这一次 讲出来的一个口号 我们要讲的是说 到底要带给大家 什么样美好的明天 所以说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说 两方的证件 之后可以怎么来做 柯先生自己提说 他要把台北市当作是一个 星药试验场 来给他试试 但是我们就很害怕 台北市党部 可以这样来试试 还是可以来碰风 还是可以来炒团吗 不可以 也因此呢 这支广告 我想这支广告有分上下集 你说明天过后嘛 对 两集的部分 其实有提出七个证件 这每一个证件都是 柯先生他的 三十项证件里面的 我们没有编造没有造假 完全都是柯先生提出来的证件 我们把它变成是具象化 让大家去想想看说 如果说选择了 这样的一个人选的话呢 一年之后的台北 会变得什么样子 最后 我们也必须讲到是说 我想政策是越变越明 联盛文先生提出了 三十四项政策 柯先生提出了三十项政策 我们一直很期待是说 有一个很好的场所 可以互相来讨论 很可惜的是 最后的两个礼拜 柯先生的声音 完全拍不到人 柯先生你刚才是讲说 这个广告是台北市党部做的 那好像就是觉得说 好像台北市党部做他自己的 没有想到造成 那个网友这么的不太高兴 我想也跟主持人报告 很不开心 每一个这个单位 都会做不同的广告 就像刚刚其实明凤姐 也讲到说 被他们当帮到忙去 会不会啊 高雄刚刚那个广告 你说很有feu 但实际上那是高雄市政府的 公堂做的广告 也因此如果说 你觉得那支广告很有feu 到时候你想要投给特定候选人 我们也不禁怀疑 是不是有点公气 来我们来请这张老师 任何的选举文宣广告 都有他的策略 那个策略就是 你想要透过这个广告 发出去之后 想要吸引什么样的选民 连声闻之前的 一直玩一直玩 还有街舞的这些广告 很明显是青年选民 孟凯真的 效果怎么样 每个广告好像都 我们都不评论 但显然这个 新的批科的这个政策的广告 有谈到公共政策嘛 他想吸引的是什么样的选民 他想吸引的其实是理性的选民嘛 可是理性的选民要怎么吸引 我们看看 这样的吸引有没有用 或者是理性的选民 要的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啦 对公共政策有利有弊 虽然没有机会进行 电视辩论再讨论了 但是你不能直接下结论 说这些政策必然就失败 有点抹黑的感觉是不是 对不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廉政营的许多公共政策 人家也觉得有很多问题 新生高涨桥的地下话 但是人家没这么做 我觉得比较简单是说 如何去吸引理性选民 其实我真的有时候 也替连世纹打抱不平啦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句话就被黑压 要就拿出来用啦 不过这样子说 柯文哲感觉上 有点类似那种效果 对不对 孝文哥 我是觉得 刚刚我听到一句话 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为止 一直觉得一个大问号啦 就是说这个影片如果它是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做的 那当然就是有点感觉起来 好像就是连世纹这边 有没有必须就要承受嘛 那问题就在于就是 他之前是有没有告诉你们 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他的整个基调 我从头到尾 其实我有看过啦 那个商量集 他感觉就是一个 不太快乐的一个状态 我想这应该不是连世纹 这个政策这边的一个 他要恐吓啊 催票啊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 就是说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看到整个基调上面来讲的话 以连世纹来讲 他打的是比较倾向 悲情牌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路线来走 那这个部分来加一个恐吓的话 他到底有加分还是扣分 我刚刚讲过 现在就像好像在打美式足球云 现在已经在倒数阶段了 每一个你要增加进攻的机会 但是你要另外同时 要降低你那个被扣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如果说今天 有没有这样子做出来 是连这边是 等于有点像是被迫 我必须要接受 你们今天就弄出这个 这个些出来的话 那我倒觉得真的 国民党自治党部 真的要打屁股 不过讲到这个广告 就像刚才邵辰哥说的悲情 但如果但你来看到 就是今天最新 有关于连世纹这边 推出的这个悲情的广告 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都真的觉得 其实连胜文也真的辛苦 将近四年前 他那个子弹这样打过去 让自己的身体 有一些后遗症 不过我们要问 如果他操作是这个悲情牌 在最后这三天当中 是不是连胜文的选集 因此会翻转 我们稍后回来 四年了 蔡医生首度在镜头前 卸下心房 说出自己 在丈夫连胜文遭枪击 那天的心情 很多人来关心 然后我就看 我就看 我就无法承受 我不记得 都记得片段 然后我只记得乱 医生出来说 没事 安全 我记得医生的表情 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 然后他还没事 他们说真的是 这是奇迹啊 连胜文遭枪击满四周年这天 蔡医生 仍在北投的市场扫街拜票 林正宜在总部公布这支 蔡医生心情告白的广告 记者会上还找来 连胜文的母亲联邦宇 第一次看到广告的她 难掩激动情绪 边看边擦眼泪 感谢台大医院 所有去胜文座救护 救助护理的所有的人员 我才有得配我的儿子 一山没有实习丈夫 而我的两个孙子 小生子 才能 才能再叫爸爸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广告当中 包括蔡医生 包括连方雨都提到了 好在连胜文没事 这个最新的广告 走的是全然的悲情路线 悲情大家要问女性朋友了 最有feel的米凤姐 有没有把你感动到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成功的广告啦 你就认为这成功了 你也喜欢这个是不是 我相信这座人士 一定都很喜欢嘛 因为人漂亮 下边你都不爱啊 这个你就喜欢了这样 没有我没有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广告嘛 因为她长得蛮漂亮 然后哭得蛮伤心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 真的对诉求蓝营的这个归队 有一定的效果 而且不只是深蓝的 可能连浅浅蓝都可能会归队 因为她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没有错 像这样子就对了嘛 那刚才她批评我说 高雄那支是用工厂做的 那其实有一支台中 那个民进党台中的 就是三个候选人鞠躬的那个 对然后穿那个 对她第一句就说 民进党对不起你们 做的不够 我觉得那是一种反省的广告 这种也是有 有feel的 有诉求力的 你会这样说我代表 真的有感动到她了 来来来老师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感性的一个诉求 而且在这个时候推出来 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连赠影在这个部分里面 处理这个事情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理性基本上来讲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酝酿 感性是很短的 也就是说如果她假设在上个礼拜 推出感性的诉求的话 基本上经过一个多礼拜以后 大家沉淀了 又回到理性 没有feel是不是 就因为感性过以后 就会回到理性 感性要再压走的意思 对 所以感性她把它压走 你看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 星期六就投票了 所以等于是今天明天 后天 是沙缸 沙缸 所以我们估计 我估计了 不是我们 我估计可能这三天 可能感性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因为要把这种情绪 把它营造出来 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的 那个第一次的哭 其实就已经在营造一些情绪了 这种情绪开始在 希望能够把它 慢慢的扩散出去 好 那么今天推出第一支 以媳妇的 以太太的身份 来讲她的先生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很真实 因为这个就是她 她是见证人 她看到了 第一个讲她当时的感受 那这个部分里面 而且这是一个大事件 大家都记忆犹新 所以她把记忆唤醒了 而且她以一个身边人 太太的身份 来讲这件事 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她对于这个妈妈 对于太太 对市场的阿爸桑们 会有一些作用 会有感染性 那她一旦如果产生感染了以后 这个情绪慢慢起来了 然后传播如果说在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在年龄层收视 看电视的年龄层里面 坦白说年纪是偏大的 年轻人比较多是在网路上 看新闻 她网路上一定也播 对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效果会有 因为很多妈妈看了以后 会感动 好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如果能够在第三天 情感再高一点的话 在第四天 可能就会走出去投票 孟凯我请问 这支广告看起来 这些资政媒体人 都觉得还不错 还是台北市场不错的 我想这是我们连阵营 这边来推出 那就bingo了 有打到这几位资政媒体人 成功了 大家想一下说 四年前的今天 其实说是在位啦 四年前的今天 就在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 刚刚也讲到是说 为什么蔡一三 或说连夫人在哭得很伤心 因为他们在四年前的今天 差点失去了一个儿子 跟一个先生 我想我们没有说 要打悲情牌 因为其实这支广告 如果说你可以 完整看完的话呢 非常可以看到是 我们其实是诉求一个未来 一个希望 连胜文她可以 从这样子死亡的谷底 然后走出来 并且到最后出来 外卫市民服务 其实蔡一三的呼吁 就是希望一个妻子的心情 一个女性的心情 来希望说台北市 可以有更好的明天 更好的发展 并且也讲到了 就是希望从此以后 中华民国的选举史上 不要再有枪击案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所有人都不希望 看到这个事情发生 也因此我们没有说 想要刻意选在说 前三天 因为今天就真的 刚好是四年前 发生这个案件 同一天是不是 没有刻意选在最后三天 大家都知道最后三天 你是打这张牌 但是不是选民 我觉得也是理性的 我直接问你一个问题 你记不记得 后来连方宇有出来 你说我们把它剪在一起 对不对 问题是 连方宇之前不是才说 我的儿子救得回来 台大医院 那个四位医师 就没有柯文哲 你有发现这个广告 其实尾巴 还有一点点 还有可能被操作 因为当时连方宇 不是说他不感谢柯文哲吗 后来陈不齐不是 po的那个红酒照 说有啊他有谢谢我啊 难道这个广告是完全百分之百会成功吗 其实作为女性 是蛮讨厌漂亮的女人 你问我是问错的 你要问她们才对啊 蔡依珊跟连方宇都很美丽 那我换 而且比我漂亮的女人更讨厌 那我换孝成哥来换你来 但是我投票一定是理性的 我包括很多人都会投票 一定是理性的啦 孝哥说到理性 我刚刚讲没有错吧 其实大家还会思考到说 连方宇当时不是觉得说 谢谢台大团队 可是没有柯文哲 又搞到后来又那个 陈佩琪不是破红酒照吗 还说别让佩琪不开心 然后别让连胜文不开心 就一腿讲到别让谁谁不开心 我还是回到一个 现在是在选市长的这个原点上 这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是夹一夹续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互相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招式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其实它是一个连贯性的 一个情绪化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生扬的动作 为什么这样来讲 从那次整个集体站台的时候 记不记得当时 上礼拜六 上礼拜六对不对 那站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里面 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蔡依参有没有 也哭了 对 连房也哭了 连房也哭了 然后连胜文也哭了 说爬也要爬进去 对 那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一个妻子 为了她的丈夫哭 这是应该的 这是不舍 不舍 不舍 妈妈为了儿子哭 也是不舍 那个是心疼 那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然后呢自己哭 可能受到委屈了 对不对 然后哭 她激动啊 那也是不她爱 她自己要哭 没有 她激动 她自己要哭 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如果现在有人笑 有人哭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 这一种所谓真性情的流露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 蔡依参这个广告 广告来看的话 有没有 我个人认为是 在整个选战到现在为止 蔡依参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OK 那个非常的落落大方 有没有 而且呢 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缺点 可以被攻击到 对不对 这有没有话讲 所以你也很喜欢 我不讨厌 我只能这样讲 我不讨厌 因为我跟米凤不太一样 我对美的那个事物 包括美女有没有 我的心情就蛮好的这样 那我是认为是说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他当时在丈夫 经历生死关头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回溯 告诉大家 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后来之后 他认为他现在这个丈夫 他认为丈夫现在 在参加海北市场选举的时候 面临到的一个考验 跟未来可能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他有一些期许期待 我觉得都是OK的这样的 那当然我非常同意 刚刚米凤讲 他在巩固了深蓝及泛蓝 这样子的一个票 他会靠拢 没有错 但是我现在是在打一个问号 就是他对中间选民 每一次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 两阵营都在拉拢 都是中间选民 他对中间选民 这样子的一个 吸引作用到底有多大 这是我比较去质疑的 为什么这么来讲 就是你的被枪击是事实 那没有错 你全家人有没有 因为这样子 然后亲人这样子被遭受这样子 无妄之灾有没有 心疼那也是事实 但现在是在选台北市长 什么关系 他要塑造连胜文 我现在是用 我不讨厌连胜文 就是没有关系嘛 所以我们把同情留给你 把票投给柯文哲啊 这也太明显了吧 来 孟凯来 这也太明显了 最后已经 敏凤姐 敏凤姐 我回一句 简单讲就是说 因为最后这个广告 大家看完啦 最后有讲到就是说 连胜文这个阳光男孩 他很负责 而且他做每一件事情 都会用心的去做 所以说到最后 我们用一个 蔡依珊的角度的部分 推荐连胜文这个产品 给所有台北市民认识 张主任 有人性啊 这个是符合人性的广告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刚才 我们几位前辈讲的 这个从妻子的角度 从妈妈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 说服力不太高 因为就是他太有人性了 为什么 家人本来就会有 这样的同理心吗 我觉得比较好的诉求方式 应该是从其他人的角度 来看连胜文 这样才比较能够感动人心 否则最多 他的效果就是在人性 在于亲情面 可是他的亲情面 也是他的限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是在哪里呢 中间选民才是决定 这次选举的关键 你那个中间选民之中 我刚才强调那个理性选民 去看待这个广告的时候 他会同情 他会觉得 的确这是一件 不太好的事情 可是呢 你不要说你坏话你放心 这段不会剪掉 这段绝对不会剪掉 对我觉得连郑颖如果他一开始都用这种形象的话 我觉得那路线就对了 就你不管有没有同情他 从悲情打到从头打到尾这样 不是悲情 就是一个比较柔性的 然后愿意这个比较温暖的 对比较温暖的 比较温馨的 然后比较亲近人性的 然后你不要一开始就打一些很攻击性的 很恐吓的 说这个证件不好 对那你对你来讲 我就我上礼拜也在这里讲 就是从你们上次的造势以后 你们转向要转的比较就是说比较柔和 比较正面性之后 其实你就在改头换 因为换你们的包装嘛 就像你们常常现在你们的发言人 或是出来跟电视就做谈的人 就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们最近 最近的形象其实是改善很多 所以我觉得说对这个塑造一个 新的一个形象是有利的 好除了广告塑造形象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是两个阵营都很关心 就是有关于柯文哲阵营被窃听的案子 我们带你来看最新的进度 窃听风暴持续延烧 就在选前三天 检方终于传唤 科办政策总监张景森 检方办政案从头到头不单纯 事实上都已经告诉他 我们的所有的通年 我们的资料 他一直到选前一周才开始启动 然后不断的把这个侦查中 不公开的内容 泄漏给媒体去加工 请问这个动机在哪里 请问他们有查吗 是谁泄密吗 有没有查 检察长你有没有查 如果没有查你居心是在哪里 质疑检察官选前一周大动作侦办 意图影响选举 张景森甚至连续两次向检方表示 要主动到案说明 却都被拒绝了 面对蔡政员质疑 他是大嘴巴 张景森全力反击 如果是由我大嘴巴讲出去了 很简单 怎么会我会从第一组 贴到第十四组吗 那我会连斗点据点都一样吗 我讲话会讲 这位小姐斗点你好 冒号 会吗 不会吧 斗点据点冒号都一样 这显然就是发言 他的管道来窃取我们的资讯 浩璇前三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连胜文阵营还是质疑说 这根本就是窃定 还是你们自导自演 而且呢可能在之前所公布的通年记录当中是篡改的 张主任怎么看 如果以效果来讲的话 这个自导自演 或是说考验台北智慧的这种指控 蔡政员或是连阵营的这种诉求 我觉得有一定的效果 因为至少呢 要让对手来澄清 自清就要花点时间了 如果说以这个乌贼战 或是负面选举来讲的话 我认为它是有一定的效果 可是呢这个效果要看柯振营如何去处理这个危机 如果相对来讲能够把回机化为转机的话 我觉得对柯振营不仅没有扣分而会加分 所以我有以下四个观察 就是如何去处理这个危机 或是柯振营有没有说服大家 或者有没有加分 第一个是这个彭信幕僚自己的态度 彭信幕僚自己的态度 他拒绝交保 他认为他是无辜的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这是彭信幕僚自己的态度 第二是柯振营对彭信幕僚的态度 简单来讲他选择相信他 而不是跟他切割 简单来讲如果用这样的谈话也可以全身而退 什么样的讲话呢 这是个人行为 我们交给检调或是司法来处理 这就是一种切割嘛 可是我想柯振营不仅没有选择这样的切割 或是这样的官话 反而选择去相信他的品格 甚至呢有这个无罪推定的这种谈话 这是第二点 我觉得这个是成功的 第三点是张锦生的态度很重要 因为张锦生一直被对手阵营指为是什么 大嘴巴 大嘴巴 不然就是呢背后的那个高人 自导自演的导演 因为蔡军先生说字是哪个字嘛 基本上直指这个张锦生 甚至呢暗设是柯文哲自导自演哪个字嘛 但我觉得张锦生的态度啊 在前几天他都主动愿意到案说明了 是检方迟迟不传他 直到今天才传他 那这个差距就出现了 对不对 我有助厘清案情 说我是大嘴巴也好 我有助厘清案情来到 我主动到案来澄清 你却不接受 但是呢我觉得第三个效果 第四个效果觉得可能是更具有加分效应的 比照MG149的方式公布所有的通联记录 这个会给大家什么暗示 对不对 什么暗示 这个暗示就是MG149之前 对不对 这个连阵营是请所有的力量去抹黑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是说呢 他也公布了所有的自己的这个财厂的明细嘛 那同样的道理在这个监听案之中 柯阵营什么叫比照MG149 他说公开呢 无姓业者跟彭信助理啊 他们所有的通联 跟Line的这个对话记录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交由司法 我想这样的一个处理危机应该度过 刚刚你讲四个部分的这个 孟凯一直在摇头 孟凯我现在想问你 请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案子真的会是你们操作的重点之一吗 你们真的有失利点吗 我想在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 连阵营这边也不便表达什么 但是刚刚提出了四个重点 我也有三个部分要做回应 第一 小鹏 你是在这件事情是11月4号的时候 你们阵营就已经报警了 但是你居然在11月5号 11月6号甚至11月7号 都持续跟这些业者来做讯息的沟通 套一句时下最流行的话 如果说这不是串供 那什么才是串供 而且你讲的是说你们要 make sure说两方讲的话没有一致 不会说前后矛盾喔 再来 今天只有公布这个Line的一个讯息 我想这个Line的一个记录有意义吗 说实在话 你这不够是不是 不够 大家都知道现在FB可以用 WhatsApp可以用 Beatall可以用 甚至讲电话简讯见面都可以互相沟通 您今天只有公布了一个Line的讯息 而且Line的记录可能还可以做删除喔 我们今天不了解说你这到底是不是完整的资讯 你今天就这样大啦啦的公开 然后好像是有点意味着要跟北检讲 是说我已经公开了 用媒体舆论的压力要压到北检身上 希望北检赶快来做事 再来第三个 11月4号你们讲说这个是窃听器 两个窃听器 再来是姚立民总干事讲的 到11月5号之后 潘建志 简余燕等等等等的人 甚至包括柯文哲先生本人 在公开的场合都公开的讲说 你敢窃听我的办公室 你敢窃听我的竞选总部 请教这个你代表是谁 你们全部都故意指向说 这个叫做水门案 水门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阵营去窃听 另外一个阵营的一个动作 但是现在看起来完全不这么一回事 跟连阵营毫无关系 您今天张景深开庭的时候 讲说林贤跟您道歉 说实在话 看到现在大家观众朋友都很清楚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 跟连阵营完全没关系 怎么没听张景深 看到现在我也觉得母煞煞 因为各说各话罗生门 来老师 我个人认为科办 他们在这个事情的处理 危机管控这个部分处理的不好 怎么说 他们让这个事情一直延烧 让这个事一直延烧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看到 支持科颖的人又把它转向说 这是检调不公 或者是开始质疑司法的不公 这样的情形对我们的司法体系的独立 跟完整的发展是一种负面的 而且这样会让人家产生一种 很多的不当的一个联想 当然如果说就科颖的支持者来说 他的态度是不会动摇的 但是对于原本可能不太愿意去投票的 这些泛蓝的人来说 如果你越是操作下去的话 那么越是操作下去的话 这些人可能他的情绪会出现 这个事情可能没完没了 今天还传出一个最新的 他有可能被策反 是不是说这个电信业者 可能就是被买通 然后就说是谁指使他做的 才三天 要这样搞吗 米凤姐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这件事情刚开始 就是说要不要报案这回事 的确科颖要去检讨 你后来引起的风波这么大 那你事实上证明后续的东西 并不决定在你的手上 因为你司法的步调不在你手上 你没办法控制这个选举的tempo 但是我觉得你公布LINE 公布LINE的时候 你说他会这个什么 就是有什么串供 如果这个有串供的话 法官就不会驳回这两个人的积压 就是表示他们没有串供 那你说这个LINE公布 也不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公布出来之后 因为检方那边有一份 如果他是公布有修改的话 他马上就被检方抓包 所以说我觉得说 然后关于窃听器的事情 姚老师一时间也跟你们道歉了 那整个事情 其实我们只知道说 这有人去装了这个窃听器 那后面的动机 这林正宇有没有在内 或是柯正宇有没有这样 其实都还没有厘清 其实我们现在只知道 部分的片段的事实 就因为我们检方办案子 办得太淋漓浪浪 所以导致我们在选举的前三天 只能做部分的这个事实的认定 没有办法看全貌 所以你去吵这个议题 我跟你讲 真是白吵一顿 然后再来讲公布 不公布 其实选战到现在为止 联颜科两个阵营就是有个最大的差别 一个叫公布阵营 一个叫不公布阵营 公布阵营就是 一直猛公布什么都给你 什么都给你 MG-19有都公布 然后连这个就是什么 什么都不公布 然后不公布 就一直说你公布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说 事实上MG-19有证明公布 是有用的 就是表示我是一个态度 我心无所愧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可能司法没有办法得到 任何的一个确定性 但是至少我的态度跟动作 做足了 我这样公布 如果说我跟检方那边有不一样 后马上就被抓到了 要说这个 至于说你这个灵性业者什么 我跟你讲 这纯粹是那种媒体人的揣测 然后这个媒体人要怎么样去讲 这关柯正宇什么事 现在连正宇就是什么 网路上合成什么东西 都说是柯正宇做的 然后那些什么都是 其实柯文哲第二天 就已经讲很清楚 这窃听的事情 有多少证据说到哪里嘛 所以柯正宇对于这件事情 水门案是当时另外一个报纸 那也是你不是说 那个自由时报 也是柯正宇开的吧 所以说我觉得 不是啦 不是吧 对啊 那所以柯正宇里面 所以柯正宇 柯医师就已经有多少证据 讲多少话嘛 就是同样的 我们也不会说去讲说 联盛也是怎么样 因为联盛也是有一部分 刚出来的时候 好像也有人说 你们是自导自演啊 也有这样指控柯正宇 可是那也没有 从联盛文嘴巴以后 亲口讲出自导自演这样的话嘛 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样子 我们把选举搞到乌烟瘴气 那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这个议题继续炒下去 到选举之前是罗生 我跟你讲 选举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上个礼拜六呢 这个联盛我们在办这个造势晚会嘛 那这个今天出周刊的周刊就说 当天晚上啊 在国民党当中 有第一操盘手的金普松 应该要去站台啊 或者后面可能要布局啊等等的 听说去有陷阱去阵温阻 我们要问哦 为什么金普松感觉上 似乎没有涉入到 整个联盛的选举里面 还是其实他另有盘算呢 稍后来 欢迎回来 我想国安会民署长金普松一定很闷 因为听说 他今天在周刊的这个报道当中 他去金文爪被拍到啦 而且刚刚有名嘴爆料说 他上个礼拜还去打高尔夫球也被拍到 我想问哦 的确这次选举当中 我们看不到国安会民署长 是不是他根本就不用出现啊 小诚哥 那个国安会民署长 本来就跟这个选举这种操盘 这谁党的操盘 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他也可以这样跟你讲啊 你们背我有没有 泡温泉 搞不好所有国家大事都掌握在我手上 有没有 一个都跑不掉 人家搞不好也有这样的能耐 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情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 更何况的话 有没有 你要泡泡温泉打打高尔夫球 有没有 也彰显出他的地位嘛 跟身份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美鳳姐 还是什么时候 他去打高尔夫球被看到 他上个礼拜天被看到在桃园打高尔夫球 所以礼拜六去进文杉 礼拜天去打高尔夫球 那一日刚好是 他岳父过生日 他陪着岳父去打高尔夫球 但是这个国安会 秘书长在选举的时候 露脸不露脸 其实是有学问的 哎哟请讲 来来来怎么样学问 基本上国安会的秘书长 是不应该介入选举的 这样的露脸是对的 不应该跟不能不一样 对对 但是问题是实质上 如果你是整个选政 这么重视的情况下 连总统都已经南北奔跑 你作为总统的目标 你怎么可能不介入这个选举呢 对不对 那他到底有没有介入 那当然是有 当然是有 筹谋规划或是谋划一些选举 都有一些是他安排的 那我想国民党那支广告拍这么好 没有金普冲这一支吗 哪一支 蔡英山那一支 就是安静的投票那一支 好明天我们来看这一支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金普冲是整个 国民党里头 八年六年以来是最会选举的人 这个是无所值得的吧 连邱远都说 金普冲比他还会选举啊 那今天就是金普冲 我没有好像没有干预台北市这场选举 那到时候要究责的时候 有没有我的责任 没有吧 你的意思是说金普冲 其实就已经先切割了 对现在就在讲说 大家你看我国外会面 我不但保持行政中立 而且台北市台中市败选 即使败选 你不要逼我辞职 也不要逼江一华辞职 是自己候选人不好嘛 其实我们一直从头到尾 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的 就是你们自己的蔡政委员 讲说这场选举内部的最大问题 就是蓝营分裂的问题 你们一定会希望那个操盘 能够办个忙不是吗 其实从昨天的这个 有周刊讲到这军令状的部分 到今天另外周刊又讲到 这个金秘书长的部分 我们只觉得说好像一直有人 想要试图用一些舆论的压力 来分化或说来做一些操作 那说实在话 今天中国国民党就是党上下一心 不过我们现在谈的是 金服冲的角色问题 不是连胜文的角色问题 也不是国民党的角色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 你在推销这个连胜文的时候 还是要看我们这个时候的议题 孟凯说不想理会这个问题 他刚刚有讲啊 没有金服冲的问题 的确是要去理会的 所以我觉得敏凤刚刚讲的一件事情 是讲得很好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金服冲他的这样的一些曝光 事实上是有巧妙安排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国安会秘书长 他不能意思也就是说 他的义务 他不可以介入地方的选举 他不应该是在道德上 他不能够介入 职务上也不行 对职务上也不行 道德上也不行 但是他又掌管国家的安全 所以他要对于国内外的情势 对于国内的情势 要掌握得很精准 可是问题就是 他会让很多人想象说 他会不会在幕后操盘 因为讲他第一操盘手啊 所以躺着也中枪了不是吗 不曝光不行 那么必须要曝光 那必须曝光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他的那些被看到 然后那些照片被拍到 这个照片拍的距离 是站在他旁边 我看那个镜头的距离 大概是我这个高度 站的力的高度 这样拍的 所以这表示什么 国安会秘书长 如果真的要去泡温泉的话 坦白讲以他的身份跟职务 基本上是不应该有 老师你意思是 那个照片故意给别人拍的 你意思是这样子 我认为是非常巧合的 刚好被看到 被拍下来 然后被传到周刊里面 时间不够了 孝辰哥 老师是个好人 我跟你讲 我就直接告诉你 那是故意的 对嘛 好不好 我们的局势 我们的情报局局长 出入任何地方的话 他去做这种休闲活动 旁边的话 是要进空的 你记不记得 过去的时候 有一个死在泳池 那个宋新年局长 当时的时候 是旁边要完全进空的 有随乎在跟着的 你意思是这样 对 周边有人要保护的 因为他的等级是很高的 来 张老师 我觉得比较简单是 野生的金秘书长 这么容易被捕获吗 其实就是回应刚才 几位的讲法 什么那么容易就可以捕获 原来这一切都是选举的策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更担心的是反操作 什么叫反操作呢 理论上他当然不能介入 不论道德跟职务 国安会秘书长 他当然不能介入选举 可是什么叫反操作 反操作方式是 经由 我刚才说 金秘书长这么容易被捕获吗 反而是告诉大家 我好像一派很悠闲 在这么情况危急的状况之下 我还是轻松去打高额符球 泡温泉 主任 他这么轻松被捕获 野生的金秘书长 他的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 我最担心最害怕的是 他明明有介入选举 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 我没有介入选举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介入程度多寡 就像敏锋姐刚才讲的 他一定有介入 可是那个分纪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如果是用反反操作方式 就是他想告诉大家 我没介入 可是事实上他有介入 那我最害怕是他介入很多 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 他要告诉大家 他没有介入的原因是 他担心什么 他怕什么 他害怕他破坏体制 对不对 他有为这个职守 或者是行政不中立 尤其是国安会秘书长 这样的一个层级 掌握这么多的资讯 对不对 怎么可以为某个特定政党 或哪个候选人来服务呢 难道他不知道 连胜王现在选举很高级吗 他知道 他为什么不愿意 他怕被追究责任 真的 现在大家就很清楚 大家都在 现在已经吃了三四天 胜负已定 大家现在做 胜负已定 就是把责任都推 推干净 叫做党主席保卫战 其实叫做党主席保卫战 明天可能要讲党主席保卫战 对 就说 切